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羽特学 很高兴今天我见面了 今天我们在坐在一起 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聊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小东西 来看一下 这个小包 里面 装了一台小相机 有的人 他已经知道这台 有的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它是2019年 李宗盛公司推出的 最新一代的集压相机 这台相机大家可以看到 黑黑的小小的 凑近了别人看得清楚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台小相机 那这台相机呢 是我去年3月份 也就是一年整整一年前 我在东京购买的 那在东京首发的第二天 我原来以为呢 这个相机很紧俏 大家需要排队啊什么的 那天正好路过新宿的那个 然后他说里面有的卖 然后问他有没有 他说有,也不需要排队 就拿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他开机很快 看一下 再关 再开 对,他比上一代呢 据用过的人的反应呢 他应该会快很多 那么 同时呢,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台相机呢 全身黑色啊,很低调 基本上 他可以一手近握啊 他可以塞在裤兜里啊,很方便 然后一看到有什么好的东西 或者什么有趣的场景 你可以套出来 马上就开机 马上就可以捕捉 所以说不会错过很多精彩的这个瞬间 那大家就知道 这个吉他这个品牌啊 这个品牌啊 神山大道做代言 但是神山大道呢 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不完全是用那个吉他来拍的 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相机啊 但是的确那个 因为有了神山的这个加持啊 那个吉他里面 他曾经 还有过一个神山大道的这种 那个模式 黑白模式啊 高高对比度 粗糙的例子 啊,感觉啊 一下子这个 自己也是这个 神山大道附生的那种感觉 那从去年用到现在呢 近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用的最爽的呢 就是自己在街上很轻松的 带着这台相机去扫街 尤其是我们去年去那个美国旅行啊 我们在纽约的这个街头呢 我就拿这台相机到处去拍 因为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 繁华也是非常热闹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事件啊 穿梭 它是个多元化的城市 然后呢 拿着小相机去扫的时候 完全不会被干扰到 然后它也会很好的去体现 发挥一台 它该有的 就一台接拍器的功能 那这台机器呢 它是 呃 换算成那个全画幅的话 它是28米 28毫米的定焦镜头 那28毫米的定焦镜头呢 是非常适合这个接拍的 特别是凑近了接拍 当你拿起这个相机 对到人家脸上去拍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注意到 你是拿了一台相机 啊 因为它比手机还要小 而且它没有声音 非常快速 就这样就拍过去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嗯 我的这个 在纽约拍摄的一些黑白的 这个作品了 嗯 基本上啊 基本上都是用 用这台相机去拍的 那一年拍下来呢 那我感觉 这台相机呢 嗯 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很多 这个 这个其他的 这个类似的这个相机的 这个评测呢 都已经聊过了 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角度来 再谈一些 呃 补充一些体会 但毕竟一年过去了 哈 那我对这台相机的这个 呃 认识呢 会更更深 那首先呢 这台相机的好 在哪里呢 在够小 刚刚说过了 够小够轻便 够隐蔽 没人会注意 没人会发现 28毫米的这个视角 是非常适合 节拍的 开机迅速 快门轻巧 对焦准确 然后呢 它有个最高级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一个使用的一个 呃 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 超焦距的去对焦 呃 它里面可以设定 呃 默认的这个 清晰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 我可以设定在 呃 0.5米到 3米 或到2米半 之间 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快捷按钮 我可以让它 快速的去切换到 这个呃 对焦的这个 这个清晰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根本不需要对焦 啊 根本不需要对焦 我只要按下快门 它在我设定的2米5 这个范围内 它都是清晰的 就是非常有利于我们 近距离的抓拍这个 街头的这个人物 那么 第二呢 有很多人呢 他还是非常喜欢 他里面的内置的一些模式 他比如说一些焦卷 模拟的一些焦片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呃 黑白啊 有一些高对比度啊 有一些这个棕色 甚至有一些 一些焦片的一些 一些效果和风格 当然我拿这个相机 到现在我只拍过黑白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他既然是森山大道 我就会代言的 他对黑白 肯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 那他拿回家的第一天 我专门测试他的高感 呃 但理论上说 他的高感其实是非常棒的 他所以可以在晚上 呃 可以去拍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啊我这边的照片 我是在呃 新宿拍的那天 在晚上 在购物机厅那边 那 实际上我猜 我 我们测试下来呢 他可以飙到 10万 ISO啊 ISO可以飙到10万的这个高度 那10万这个 高的 ISO 已经是非常高了 非常厉害了 那还是可以用的 我们用那个黑白的这个模式 去拍的话呢 有很重的这个颗粒感 但是他的影像 影调还是存在的 所以 他在白天和晚上 都有非常高的可用性 而且他所有的这个设置 都在你的右手的 大拇指的这个范围内 全部可以搞定 所以 非常方便 一旦你熟悉了 这台机器以后 他是一个非常 成熟的一个兵器 当然他也可以拍视频 但是 我从来不会拿他去做 做视频的视频机 哦 当然我们说一下他的缺点啊 有人在吐槽说 晚上没有他没有闪光灯 那上一代呢 他是内置闪光灯的 的确是 他的闪光灯呢 必须是由外置去买 外面在热靴上插一个闪光灯 但这样的话呢 他就破坏了他的这个隐蔽型 那个闪光灯挺大的 大概有他的三分之一这么大 呃 就破坏了他的隐蔽型 大家会发现 呃 在在用 那么 第二呢 他的续航能力真的是 呃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还有在进一步提高 呃基本上我是买了一块 他原装了一块这个电池 然后我又配了一块原装的电池 但即便是这样子 呃你也只能支持一个白天的拍摄 也就是说你早上 九点多出门一直到傍晚 这点时间你不停的啊 啊但是我我而且是把 后面的这个显示屏给关掉的 也不回看的 就这么按快门 那基本上呢 一天两块电池啊 就是半天一块电池 那这时候 如果你晚上继续要拍的时候 很抱歉就没有办法 呃继续了 所以后来我又配了一块电池 所以他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是有点问题 而且他长时间的这个持续工作的话呢 在右手握持这个地方呢 他会发热 嗯 冬天当暖手宝还可以哈 夏天就有点糟糕 所以他是一台非常呃 有个性的也是优点和缺点 非常明确的一个一个一个相机 那么之所以我把它今天要聊一聊 这台相机呢 我就觉得说 当你的使用的这个题材目标 非常明确的时候 比如说这条相机 我就是拿来左接拍的 或者说就是拿来当背机的 那么他的很多的优点就涵盖掉了他的缺点 你就不会在意他的那些缺点 而是注重专注于被他的优点所吸引住 那有些人希望说这台机器啊 他画质又要好 还能全画幅 还能打鸟 续航能力强 画面清晰 然后那只闪光灯很抱歉 这台相机不是适合你 你可以去挑选啊 苏尼的黑卡 或者说其他类似的这个多功能 全功能的一些相机 那毕竟黑卡要一万多块钱 而这台呢 大概现在只要五千五千左右 所以一分价接一分货 所以对于接拍摄影师来说 这台是一台非常成熟的冰淇 很小巧很轻便 来放在手里也不觉得重 所以是台非常棒的一个设备 我们希望能够尽多更尽可能的 多的去用好这台相机 而且它的实际上 我偶尔用过它的彩色功能 这个彩色功能也是相当不错啊 相当不错 当然你去跟那些更专业的这个机器相比呢 它是有很多的差距的 毕竟画幅没有那么纳 但是在接拍的这个领域 我觉得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否则森森森也不会拿它去做代言 所以所谓物尽其用 我觉得使用这台相机 特别是在一年以后 从一那期的台相机去拍摄去扫街的时候 依然能够感觉到 一年以前刚刚拿到它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 它是比手机去扫街更有拍摄的这种 仪式感的这种一台专业型的相机 好 这台相机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bye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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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